大家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今天我们来看MCU的最新电影 不过好像秋天的上映就是了 这个东西就是上气与时环 上气与时环传奇 我的翻译可能没有非常精准 可是总之这个电影叫做 Shang Chi and the Legend of the Ten Rings 电影名称这么长 Shang Chi and the Legend of the Ten Rings 我对这个不知道 我总觉得好莱坞把东方文化拉到电影里面去 然后想要来赚我们华人的钱 或者也赚当地人的钱当然是 我都会觉得这里面 光看这个剧照我就不想看 但那是我啦 或许你会觉得不管怎么样 Marvel的片我都要看 Good for you 先看一看我下面会等下讲到的东西好了 就有一个片语 这个片语事实上是非常常见的片语 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什么中文啊 什么就是还有很多进步空间 哇真的 这个在英文里面还蛮常看到这句话的 等下你就知道了 所以一个东西啊 哈你还有的努力呢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你会用英文怎么说呢 然后初次登场 等下会看到一个词 那正港的 所以这等下讲到的是香港 香港影星梁朝伟 他被这个电影聘用眼里面的一个角色 所以他们会说 嗯 因为有梁朝伟的加入 所以让这个片呢 得这种架杠风啊 就正港亚洲的那种味 能够提升一点点 Do you think so? I don't know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然后还有像炮灰这个词 等下怎么用的呢 他就是说很多亚洲人啊 在这种西方的好莱坞店里面 都只是被人家推出来当个炮灰 所以就你知道 Power is 你懂啦 反正亚洲人多半在西方电影里面 真的没什么一个主要的角色 然后要死的很多他们之类的 好然后有一个词 真的非常重要 这个词我们其实以前见过 就本身具有的 内建的 余生俱来的之类的 怎么会用到这个词呢 好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 所以标题先给你看一下 Can Shang-Chi and the Legend of the Ten Rings Fix Marvel's Asian Problem 所以这部电影叫 尚弃与十环之谜 是不是啊 十环传奇啊 不是之谜 好 Shang-Chi 这一听就是非常亚洲的一个 stereotypical name Asian name 不过不然要怎样 难道叫他David嘛 哈哈哈 所以 Shang-Chi就先去吧 然后Legend of the Ten Rings 所以十环之传奇 Legend是传奇 你应该没问题 他说的是 这个文章事上在问的是 这个电影能不能够修理好 Marvel的亚洲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Marvel的电影这么多 其实里面的亚洲的这种代表性 根本没有 所以他们现在拍出一篇试试看 以及还有像是其实Marvel的漫画里面 我刚读了一下这文章 他就说Marvel里面 一直以来他的这个漫画里 事实上是有一些亚洲人物的 可是就是会被描绘的很那种很典型的亚洲人 然后就是反派啦糟糕角色之类的 所以这个他都算是一些在这个故事系列中 还蛮有一些本身就内建的一些种族歧视在里面 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句话 来不管我们看一下 The presence of Hong Kong cinematic legend Tony Liang Lens authenticity to Marvel's forthcoming superhero movie I guess that's true 所以香港的 cinematic legend 这里讲到的 cinematic 就是电影的形容词 所以电影传奇 Tony Liang Tony Liang就是梁朝伟 他的出现 他的存在 所以香港 香港电影传奇梁朝伟的存在 Lens authenticity to Marvel 的最新这部电影 所以Lens something to something 就 你知道Lens是借的意思 所以他把 这种架杠位啊 借给了这部电影 你这样翻译也大概是过得去的 所以authenticity就是我们等一下 刚刚说到这个字 我们现在既然看到了就把它写下去 所以authentic是形容词 authenticity 是他的名词 所以像很多的国外的一些 呃台湾餐厅 我们就会说 啊这个台湾菜到不到地啊之类的 authentic 或者说在台湾的一些西方菜 像你去吃一些美式餐厅的汉堡 会不会因为进来台湾开了店 即便老板是美国人 会不会做一些台湾口味的调整呢 so is this really authentic you know American burger 所以有时候 我们会对食物的架杠性 会有怀疑 所以你会用到的词都是authentic authenticity 所以 Tony Leung的presence lends authenticity to Marvel's forthcoming superhero movie 所以 好 这superhero movie没问题 看下去 When it comes to Asian superheroes The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所以我刚刚讲 所以MCU不是Marvel Comic Universe 我好像常把这个字搞错 我一直以为它是漫画comic 那殊不知它其实是电影的 所以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MCU 我常看到的一个缩写 我这边的标题 主题标签也有写下去 好 所以Marvel的这个电影宇宙 has left a lot to be desired yeah 所以这就是刚刚说的 当我们讲到亚洲的超级英雄 这个MCU啊 留了很多大家去想要的空间 所以 那留了很多是大家去想要得到 但是却没有满足人家 没有得到的 没有给我们的 所以 Leave a lot to be desired 这个片语就是 留下了很多 大家去想要的部分 而你没给 所以 留下了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边看 还有很多进步空间 勉强可以这样子翻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片语 我也顺便打下去 所以 So you leave a lot to be desired 所以这边一定都是被动的用法 所以留了很多东西是 被大家去想要的 而的确你没有给我 所以这里用的是一个 被动的并且是不定词 因为有那个目的线在里面 So you leave a lot to be desired 所以如果我今天讲说 你写了一本书 但是书却没有让人感到非常满足的话 我就会说 You know your book left a lot to be desired 这样讲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 我们说很多进步空间的话 你也可以说 So there's a lot of room to improve OK room for improvement 所以room for improvement 你也这样讲的 OK好 room for improvement All right好 所以这个是 还有很多进步空间的几个讲法 好 So keen to avoid a backlash when depicting depicting excuse me the traditionally stereotyped Mandarin super villain in Iron Man 3 the studio cleverly cast part South Asian actor Ben Kingsley as a drunken English lovey Travers Slattery who was only ever playing the role of Tony Stark's evil nemesis 这讲的是 他在钢铁人第三集的时候 这个studio很聪明的选择了一个 有一部分南亚洲的血统的actor 叫做Ben Kingsley 我都已经忘了这个人是谁了 我就找一下给你看 他就是Ben Kingsley 其实你认识他吧 在很多电影里面都演过 OK都有过角色 所以Ben Kingsley 好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家伙来 来在这个Iron Man里面去选这个 Mandarin的super villain 是这样吗 或许吧 所以这段其实我 因为我真的都忘记了 Iron Man的电影里面情节 所以他这段我大概 似乎看懂了 说不定我都没看懂 你可以解释给我听 不一定 但无所谓反正总之就是 他讲到当时 Tony Stark他的 在电影里面的 Nemesis 就是他的死对头 所以这里我也写一下好了 死对头 我们叫他 Nemesis 好 他是Tony Stark 对不起 就是Iron Man在戏里面的名字 好 但唯一的问题就是 他真的还是不是亚洲人 The only problem was that this was another role not going to an actor of East Asian Extraction 所以唯一的问题就是 这又是另外一个角色 没有掉到一个 真正的东亚的人 主义的这个人的身上 so it's this was yet another role not going to an actor of East Asian Extraction 所以这个Extraction 这个词 一般来说他是有 把一个东西给 拔掉 移除掉 之类的 那在这边 Asian Extraction 大概从亚洲拿出来的 从亚洲抓出来的一个角色 这样子 大家可以明显这样理解 那总之这边又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我也没看 所以我真的是 这就讲到 所以你英文好是一回事 可是事实上 你如果没有去接触到 他里面的这个主题的内容的时候 你对他 这个东西 虽然你看懂每个字 可是他内容你还是有点不接 虽然我也没有时间做太多的功课 这讲的是Netflix 他的确有一个Marvel TV Show 我有看Netflix 可是我没有看Netflix里面 讲到这些 就是Marvel相关的这些 所以 他的这一个Marvel的Show 叫做Iron Fist 是叫做铁拳吗 不知道怎么翻 所以 这个也只是非常loosely connected to the MCU 那Fill into the problematic white savior trap 所以这个剧啊 他就掉进了这个非常有问题的 而且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就有一个白人拯救者的一个陷阱里面 所以white savior 所以在西方的这种讨论里面 我们都常讲到有这个概念叫做一个白人的 白人的savior 你大概都懂我的意思 就不管他的剧怎么演的 总之就是白人当药角 然后一个白人进入了一个亚洲的文化里面 结果他学功夫还可以把其他的亚洲弟子都打倒 然后他还成为老师最爱的弟子 你都会想最好是现实生活中会这样发生 可是对于好莱坞来说 总之就一定要是白人当做最厉害的人 所以这是我们一贯的这个认知 所以他这个有问题的white savior trap by casting Finn Jones as Kung Fu kicking New York rich kid Danny Rand 所以这边在说就是 他们就陷入了 Iron Fist就陷入了一个问题就是 他选了一个脚 所以casting就卡斯 就选脚 他cast了一个这个人叫做Finn Jones 那Kung Fu kicking New York rich kid 所以他是在里面是演一个 纽约的一个有钱小朋友就是 Danny Rand 那结果呢 那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white guy who beats the Asian martial arts experts at their own game 就我刚刚讲的 他是一个非常stereotypical 很刻板印象中的一个白人 然后还可以把亚洲的这种功夫专家 给他打垮掉这样子 而且是beat them at their own game 这个片语很常听到 so you beat somebody at their own game beat somebody at their own game 就你会的东西反而是我把你打倒 所以我用你的招式把你给打倒 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这个片语有时候会听得到 you beat somebody at their own game 像如果说今天我是一家公司跟你在竞争 结果呢 你用了一招什么厉害的招式 这种生意手法 例如说什么 I don't know 买一送三之类的 夸张的行径 结果我就想说我要怎么跟你竞争 好我就干脆像你一样 你买一送三我买一送五吧 结果还真正把你的客人都抢过来 结果你就倒闭了 我就可以说I beat you at your own game 这样懂意思齁 所以你的招式我用你同样的招 然后把你给打倒了 所以这样就叫做beat them at their own game 好讲好几次了 所以 如果你把这个Rand的角色整个换掉的话 那这样就完了 不是完了 就是他原本的漫画的确就这样画的 就是一个白人小子 建了亚洲社会 然后把亚洲人都干掉了 那如果你先把这个白人小子 换成一个亚洲人好了 那不就跟原本漫画故事就不同了吗 所以这样好像就不对了 所以这里再说就是 Race Swapping Rand would have been to depart from the line of the original comic book 所以这个original comic book 就是原本的漫画画作 所以要是你把里面的这个Rand 这个角色改写成亚洲人 那你就远离这个漫画了嘛 那就不好了 Right OK 所以这里提到另外一个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深 那看懂的同学恭喜你 如果不懂的话 你不懂我觉得真的也无所谓 因为这都过了好多年了 就是有一部片啦 就是Doctor Strange奇异博士 奇异博士里面 不是有一个女生那个角色 那个女角还是个蛮有名的演员 她叫做Tilda Swinton 那这个Tilda Swinton呢就是一个 看起来还蛮中性的一个很有个性的一个女演员 外形很有个性的 那她就当成那个Doctor Strange里面的那个 她的老师 我把你还记不记得 那他们选择Tilda来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你可能在台湾完全没概念 可是在北美啊 在亚洲圈里面 这是兴起轩然大波的 为什么 因为在原本的漫画里面 这个导师的角色 当然应该是亚洲人 因为你知道Doctor Strange 跑到亚洲去学了一些这种魔法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们把Cast成了一个白人女性的时候 哇塞 所有的亚洲人觉得What the fuck OK 所以这里就说了 要是今天把刚刚的那一个 就铁拳里面 Aaron Fitts里面这个Rand的角色 干脆写成亚洲人的话 那就会脱离原本漫画 可是这却没有 所以这个借口却没有停止他们 停止这个Studio 来干嘛呢 来把Tilda Swinton 当成奇异博士的导师啊 所以在电影里面他们很轻易的就 把这个角色改写成白人女性 可是却在这个Iron Fitts里面没有怎么做 那不就是双标吗 This is a very typical case of double standard So anyway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的话 你在把这一路继续走下去的话 你也没办法解释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这里说了 Continuing down this path was never going to watch after Black Panther proved the box office firepower of a superhero movie populated almost entirely by actors of color 所以你继续往下讲这个理论的话 你也没办法去解释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把黑豹这部片 真的就干脆我们全部都找黑人来演吧 然后还大成功 所以那到底哪个逻辑才是正确的呢 所以总之啊 现在Marvel 就需要去修一修他的亚洲问题了 大家懂意思喔 所以这个作家写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他把三个不同的作品拿来做比较 比较的还蛮不错的 还蛮贴切的 他的文笔上来这样子讲 所以我们继续要 我今天又他妈又一直蚊子 对不起 我说不定等下又要把电文派拿下来打蚊子 but not yet 除非他在我面前吧 Alright 所以我们这边就稍微看一下 终于讲到梁朝伟的部分 所以他们怎么去fix他的Asian problem 就是by announcing Shang-Chi and the Legend of the Ten Rings the first four trailer for which debut this week 所以这第一个trailer啊 所以就是上周 我在录这一片的上周 他终于去出登场了 所以这边有个词叫debut debut 但他的t是不发音的 所以出登场我们这边把这字打下去 debut debut 不是debut 也不是debut t no 没有t的音齁 应该是法文啦 所以他debut last week 这里写this week instead of Ben Kingsley as salary we get the inimitable Tony Leung as Wenwu 所以 与其我们找了刚刚的那个Ben Kingsley 来当成优势 这个家伙 我们得到另外一个就是inimitable 模仿不来的 所以独一无二的 里面有一个imitate imitate就是去模仿人家 inimitably inimitable 对不起 这里只是形容词 so we get the inimitable Tony Leung as Wenwu 所以他的系列名字叫wenwu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鬼 所以 然后他被称为叫做real Mandarin Mandarin这个词其实相当多的意思 Mandarin 知道是我们讲的这种普通话 官话 所以其实是满洲的那个这个词的延续下来 所以我好像也看过一些地方翻译成蛮大人或之类的 所以Mandarin其实也是可以被翻译成是 呃就是官员的意思这样子 所以到底他们会把Mandarin怎么翻呢 我也不知道 但不管了 so 然后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 也非常 反正有grossly racist的figure 叫Fu Manchu Fu Manchu Manchu里面就只有满洲这个词 ok 所以在原本他original里面好像就叫这个名字 然后总之 这个到底又该怎么办呢 所以他的意思是 这个Fu Manchu这个人哪 他就干脆把在电影里面直接就 banish掉了 就没有存在了 那所以 这就是他们修理亚洲问题的方式 把 把种族歧视的角色干脆就写掉了 so that's good alright 好 所以呢 嗯 我们再往下看 呀 这里刚刚的authentically 那没问题了 Asian led story so rather than one in which actors of Asian extraction are only wielded out to play bad guys and cannon fodder yeah sure ok 所以他们现在终于矫正而的问题呢 所以而不是 推出一个电影 rather than making one in which 在这样的电影中 actors of Asian extraction 就这样讲到 就是从亚洲来的这些演员们 就是演员们 are only wield out to play bad guys 所以他们就只被推出来 然后扮演这些坏人角色 所以这一个wheel就是 轮子 所以就是刚刚讲的推出来 所以我们把他这样 一车一车的把亚洲人推出来 然后让他们当炮灰吧 so they are only wielded out to play bad guys and cannon fodder 所以canon fodder就是这里讲的 炮灰 canon就是炮 father 这两个词还真的是常常走在一起 就是炮灰 真的就炮灰的意思 那所谓炮灰你都懂意思嘛 就是去像那种炸兵 然后在荧幕上被人家整个杀光光的 叫做canon fodder 这样子 好那我这边还很想要讲到 对就最后一个词了 所以总之呢 这边有一个人他就被请来 所以他被这个 he offered studio advice 所以 请来 文字刚刚出现 来 所以请来 他能够offer这个studio一些建议 怎么去躲开一些 offensive portrayals inherent in the source material 所以怎么去躲开一些 很冒犯人的一些扮演 portrayal 文字出现 好 突然就飞走了 我们有机会再抓他 所以躲开一些offensive portrayal 而这一些offensive portrayal 像你刚听到我刚说的就是 白人小子当主角之类的 所以这些offensive portrayal 是在原本的这个故事里面 就内建的 所以这终于出现了 我刚刚要讲一次 就是inherent so 所以这个人就被请来 来offer这个studio advice on how to avoid offensive portrayals that are inherent in the source material so inherent就是刚刚讲的 本身具有的 inherent built-in so inherent 或者你写成built-in也可以 alright in the source material 所以这里的source material 就是他的 原本的 where you going ok 他都会在我面前飞个一下 然后就 突然间消失掉 我觉得文字都有很神奇的能力 能够在你面前突然消失 source material 你的原本的这个素材 source material ok 所以我觉得我们讲到这里大概也的确是够了 那你会看这部电影吗 我相信你喜欢marver universe 你一定会去看的 我个人从来对这系列电影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所以我多半都是有机会看看一看 一直到了那个 最后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彩色宝石 那什么玩意来着 无尽之战 infinity war 以及最后的那个 the end game 所以那两个 那两集我稍微看一下 因为我想说 终于要结束了 然后我又可以看到所有的superhero ok I'll watch it because you know you get the most bang for your buck 你可以花一个 花一次钱就看到所有的superhero 然后你就觉得前面的几集都不用看了 but of course I'm naive in that matter 可能有人会觉得 No you're missing out too much but I don't care My life is not very different without these things anyway 好 所以 这篇就讲到这边吧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